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年底下调的预测 有经济学者就说 外围环境未明朗 预计今年经济增速会减慢 去年逆合复常 政府在去年年中曾经预测过 经济全年有3.5%至5.5%的增长 但去到去年11月 下调到3.2% 最新公布的预估数字 一样是3.2% 单计去年第四季 就按年增长4.3% 受惠访港旅客人数恢复 服务输出展现强劲反弹 季内按年升2.2% 全年升2.1% 私人消费开支显著上升 虽然第四季升势比较疲弱 按年只是升3.5% 但全年就有7.4%的升幅 货品出口总额扭转多季的颓势 第四季反升2.8% 但全年仍然比起前一年跌大约一成 政府说外围环境困难 今年本港货物出口继续有压力 如果先进经济体在今年内减息 情况会趋向稳定 同时访港旅客数字 随着接待能力进一步上升 政府举办城市也带来额外的提振作用 住户收入上升 政府措施等等 预计可以继续支持私人消费 不过减息步伐未明 存款大多留在银行 卡上经济前景波动 消费力未完全恢复 有经济学者就说 今年的经济增速会减慢 海外旅客来香港的数字 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这个还需要时间恢复的 香港怎么做好旅客之道 令到我们旅客愿意再回来香港 是说我们去美国 或者去欧盟 我们的出口减少或者转口也减少了 我们短期要补充缺失了的需求 可能需要时间长一点 例如一带一路的国家 又或者是东盟的国家 而这些是需要时间去发展的 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又怎样可以逆转鼓励洗钱呢 你五千元的这个免税消费额呢 对于很多内地的旅客来说 在香港买东西 他们变成为了一种束缺 你看到现在内地都是 逐步逐步和很多不同的国家都是 大家放宽免签 或者单方面放宽免签 所以其实你看到 你真的要吸客的话 你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希望多些的国家旅客 结合我们的城市 打造多些不同的消费旅游产品 他希望再多三成旅客访港撑起市道 武士显斯基 在一流中读不到 持续负资产的中数 按贵倍升至到两万五千宗 创了19年的新高 息口高期 经济复苏步伐不似预期 再加上投资气氛薄弱 拖累去年整体楼价跌超过6% 连带负资产中数也都急升 金管局公布 直至去年12月底 负资产按揭两万五千一百六十三宗 按贵飙升一倍二 数字亦都是2004年9月底以来最高 上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 涉及金额达到一千三百一十三亿 同样增加一倍二 负资产数字随着楼价一路下滑 一路会增多 恶化应该是去年开始 因为楼价跌幅越来越大 有部分资不抵债 有部分经济不好的时候 不供楼就被银行收了 尤其是财务公司 它之前借它的贵息 加上它供不起这么贵的息口 有些就会交回给银主 金管局就解释 这些个案涉及银行职员 或者是按保贷款 按揭乘数一般较高 虽然负资产个案急升 但最重要的是银行风险可控 当你的楼价有调整的时候 负资产的数字就自然会上升 住宅按揭贷款的组合 它的拖欠比率都很低 对银行风险管理来说 最重要的是它的拖欠比率 不会上升 或者是从风险管理角度 带来什么影响 暂时我们看不到 去年第四季 拖欠三个月以上的 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比率 0.03% 较对上一季 0.02%微升 无线电视记者 杰杰正报导 新日期居屋 今天在简楼 其中最贵的啟粤远高层单位 开售大约半个钟已经卖出 今期居屋共六个屋院 提供九千几个单位 柳黄是启德啟粤远一个高层单位 售价494万 实用面积大约470平方尺 尺价大约10500元 半个钟内已经售出 买家说是给儿子将来结婚用 不担心楼市下跌 很开心 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 因为有个地铁站很方便 虽然现在楼市跌股市跌 外面买楼都很便宜 但是居屋是因为 都是有条件才可以给你买 不是说你自由市场 你自己 就是私人可以买就买的 都是日后用自住为主 不需要担心 其餘五个新建项目 三个位于安达神发展区 包括安营园 安丽园 安华园 以及屯门兆翠园 和元朗朗天园 最便宜的单位就在朗天园 售价149万 实用面积大约290平方尺 有市民钟情朗天园 大湾区发展香港和深圳都拉得很近 我女儿就说可能第一个不长业之后 去深圳上班就近一点 所以我就选择了浪天园 房委会放宽资助出售单位的岸田安排 由25年延长到30年 又准业主欢迎新措施 好事 起码工那时就轻一点 就舒服一点 因为现在楼价都不算便宜 如果是便宜一点都供楼 每个月省一点都好一点 新居屋原定义市价6月截定价 但近期楼价下跌 改为义市价7月发售 折扣减少 业主日后转售单位保地价也较少 母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 讨论第二批简约公屋项目 涉款98亿3千万 有议员担心部分的选址交通背图 第二批简约公屋项目 其中四个分别位于柴湾长安街 屯门第54区 小岚乐安牌 和马安山行光街项目 合共大约12400个单位 另外会改装五间空置后舍 分别位于上水、观塘和黄大仙 提供大约600个单位 在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上面 有议员担心部分选市界交通背图不足 乐安牌的交通情况 因为那里应该是唯一一个简约公屋 附近都没有铁路站 那究竟巴士、小巴路线又足不足够呢 附近那个区域的交通的情况 有没有做一个评估和有什么措施呢 今次的拨款里面 都预留了一些款项 在简约公屋旁边有一块地 做了一个巴士停泊的设施 可以停到几个巴士路线 接载附近的居民去大纜转乘站 至于那些巴士班次那些我们都会留意 政府又说投两批简约公屋 合共提供3万个单位 有议员关注新界区的过渡性房屋 入住率不理想 认为应该偏配更多简约公屋单位 比轮后传统公屋未够3年 即是属于月累的申请人 今次除非你们考虑这个甲累优先 只有两年一年的月累都肯制 否则我就完全没有信心 这1万个新界单位可以填满 我们都希望善用资源 也都听到大家的意见 如果在甲累的申请者我们处理完 还有剩余的资源我们都会灵活点去处理 譬如有些申请公屋都很接近3年 但它又有些迫切的需要 我们都会去考虑 将来那些简约公屋 新界那些入住的资格 它又会灵活处理的 你说得出我就信你 公务小组最后以大比数通过撥款建议 之后交由财委会审议 至于第一批简约公屋的4个项目 预计最快明年起分阶段落成 其中最大规模提供过万个单位的 但启得细运度项目仍然进行串探和地面挖掘工程 母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导 深圳市去年地区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六 当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第一次录得破万亿人民币 深圳市市长沉伟中在市人大会议发表政府工作报告 深圳地区的生产总值达到三万四千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六 增速超越北京、上海和广州 深圳市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录得大约一万零五百亿元人民币 是第一次破万亿 按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八 按消费类型来看 深圳餐饮收入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二 加电零售额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 音像器材类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六 有深圳市政协委员预计 港人不想带动深圳的消费至少一成的增长 现在港人发现深圳的整个消费 不管是商品还是服务的品质越来越好 而且性价比越来越高 提供了很多在香港没有的选择 深圳当局其实也是看到这一点 包括很多商场都安排了巴士在口岸 专门接在港人去商场消费 所以这个对整个深圳 整个去年的消费的增长也很有帮助 有意见说港人可以把握机具到深圳创业 制度或者法律法规的障碍是没有的 上面整体的消费模式跟香港很不一样 包括物流配送各方面都很不一样 我们上去首先我们不可以用香港固有的模式去營运 我们可能要学习一下 如何在它的市场针对那个消费群体去做 在深圳经营化妆品业务的港商说 部分产品会改为在内地製造 以降低成本 直播带货那些是以价格来做竞争的 如果你是要有竞争的话 如果我们用香港生产 香港的价格 它是直播带货是卖不了的 所以变成如果你是要配合它的生态环境 借它的优势 深圳市当局议定今年的经济增长 目标5.5% 并且要跟港澳加强合作 包括现代服务业 科技创新等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报道 黎智英案 辩方争拗 苹果日报编採次主 不是黎智英指使 回来新闻时间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 辩方继续针对 苹果日报的编採或是由编辑决定 重返证人张建雄不同意 重新是按黎智英指示 审讯达入第20日 正是服刑的黎智英 早上坐囚车抵达西九龙法院 重返证人 一传媒集团前行政总裁张建雄 第三日接受辩方盘问 辩方播出一段 《苹果日报》25周年 黎智英向员工发言的片段 说今时今日国安法都例 不知怎样做 说要靠员工坚持 不会叫你们怎样做 又问广告部和法律部的意见 最终广告字眼更改 法官李运提问 黎智英有没有加入任何这些群组 张建雄就说没有 辩方就追问 编採政策是否由编辑决定 黎智英没有牵涉在内 张建雄说不同意 辩方又拿出张建雄早前 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时候的细章 唯一传媒坚守编辑自主 高层并没有干预编採政策 辩方侧疑细章的内容 和过去两个星期张建雄的供词不同 张建雄不同意 强调是将黎智英的编採指示传达 辩方质疑张建雄是不是想将罪责 放在黎智英的身上 以减轻自己的刑责 张建雄不同意 辩方星期四会继续陪问世中的内容 无线电视记者不解谦辩路 政府正就基本法23条咨询公众 强调今次立法 没有令人更容易入罪 又说就算部分涵盖罪行 可能是与港区国安法重叠 如果涉及同一行为 检控原则都是尽量减少控罪 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星期二起正式咨询公众 政府说今天先和人大政协代表 金融和传媒计会面进行解说 当局挨抹建记者提出几点反驳和澄清 包括有意见担心 今次立法涵盖的罪行多 会不会更加容易入罪 我们立法的建议 绝对不是为了降低这个入罪的门栏 我们是考虑了香港的实际情况 包括在2019年港版颜色革命等 在香港法院的定罪门栏 是不会改变 就着控方必须要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 去证明被告人干犯相关的罪行 法庭才可以将被告人定罪 他又说留意到坊间提出 今次立法部分涵盖的罪行 可能跟港区国安法重叠 担心同一行为或者被控两条罪 一般而言 如果某一项的行为 构成多于一项的罪行 检控机关可以根据检控守则 以及实际的案情 去选择一项 或者多于一项合适的控罪 力求充分反映被告人的罪责 兼顾检控的效率和司法公义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之下 控罪的数目应该尽量减少 至于今次立法新引入的境外干预罪 涉及配合境外势力 使用不当手段干预中央 或者香港特区施政 有学者担心会不会有人呼吁 沽售港元 导致部分人有损失 都是属于违法 学者说沽空 第一 和境外势力 我看不到的关系 第二 也都看不到 用刚才法例里面所说的 一些使用不当手段 也都没有设立 我们建议法例所说的干预效果 所以基本上是三不中 身为应变反博队队长的他说会继续做好解说 母亲事记者 侧卷文报道 本港近日的天气潮湿温暖 但天文台预计 农历新年前气温会显著下降 年三十预计会跌至最低11度 维港两岸 年日上演无所香港 望向占沙序一带 百忙忙一片 天文台说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 正在影响广东沿岸 港内能见到一度降到3000米以下 市民出街 感觉除了湿粒粒 还暖粒粒 下午多区气温 介乎19至22度 天文台预计 温暖潮湿的天气会持续到下星期 不过由年29开始将会显著转凉 气温比程一日下降5度 年三十早晚寒冷 初时有一两阵雨 最低气温降到11度 气温急降原因 都是受到冷风吹后的东北沟后风影响 所以预计广东沿岸的气温会显著下降 2月初去到冬末春初的日子 天气变化比较多 预计未来一两天就是温暖潮湿 接近周末风险比较大 我们呼吁市民多关心心有需要的朋友 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就注意补暖 房间一向都有说法 说过冬冬,往年不冬 今年为什么冬不又冬呢 天文台就说两者没有关联 要准确预测天气 都是靠电脑好些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期报道 缅甸向中国移交一批缅甸北部电信诈骗案疑犯 不包括果敢四大家族多个头目 缅甸警方星期二向中国公安机关移交了10名 缅甸北果敢电信网络诈骗重大罪行疑犯 包机晚上降落云南昆明长水机场 据央视报道 缅甸北果敢自治区多个犯罪集团 长期以来开设诈骗窝点 针对中国公民疯狂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数额巨大 同时涉嫌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种严重暴力罪行 去年12月 公安机关公开袁雄通緝白锁城等10名犯罪集团头目 在外交部和朱缅甸大使馆支持下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到缅甸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随后缅甸警方陆续捕获其中6名被通缉的犯罪集团头目 公安机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已经有4万4千名缅甸北电信网络诈骗罪行疑犯移交中方 其中幕后金主组织头目和骨幹171人 以及超过2900名网上载逃人员 形容是有力打击了境外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 公安机关中会保持对这类罪行的严打高压态势 不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 持续签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 无线电视机者尤格辉报导 美军驻弱弹基地遇集造成三个美军上升超过40人受伤的事件 美国总统拜登说已经决定如何回应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比就说 好可能并非单一次行动 而是采取多次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离开白宫 前往法罗里达州出席竞选活动时表示 已经决定如何回应 美军驻弱弹基地遇集事件 美国总统拜登没有进一步披露更多回应集击的细节 只是强调无意拡大中东战事 随行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比就表示 可以预期美方会以适当方式回应集击 很可能并非单一次行动 而是采取多次行动 外电引述美国官员说 国防部仍然在评估所有军事行动的选项 有分析说美国一直指控伊朗 向武装组织提供资金和武器 所以直接攻击伊朗革命围队 是强而有力的报复行动 但也有意见认为 这个是最危险的做法 会令中东紧张局势迅速胜运 相信美方很可能只会 袭击伊拉克和敘利亚境内的 亲伊朗武装组织据点 作为对伊朗的强烈警告 有共和党议员批评 拜登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 所谓反制措施根本没有了客作用 自去年10月18日起 美军在伊拉克、敘利亚和约旦的设施 累计受集166次 依赖赫西部的美军空军基地 星期二亦受到火箭炮攻击 美军驻约旦基地22号塔 星期日遭到无人机集击 造成三名预备役美军死亡 美国指是获伊朗支持的组织施杂 而伊朗就否认有关指控 有美国官员说 仍然在调查责任谁属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旗部 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那地房地产项目百名单 据报出台 并已经批出第一宗贷款 有分析相信 有效舒缓房地产行业 融资困难的情况 可以报交流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上个星期五说 将会确定可以给予 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名单 不足一个星期 百名单出楼 根据证券时报报道 广西南陵市已经建立百名单 首批涉及107个项目 广西北投兴东置业 旗下北投何远项目 获得民生银行发放首中的贷款 涉及3.3亿人民币 另外重庆市按照住建部要求 也都已经准备了百名单 首批涉及314个项目 融资需求大约是830亿人民币 有分析说百名单 采取项目清单形式 而不是之前救私的企业名单 银行承担的风险低了 更加令到资金更加精准到位 确保项目有足够资金 员工交流 相关政策强调了一个项目的一个融资 而不是说我们以前讲的企业层面 这次讲到关于项目的一些融资和支持 重心比较明确 像广西南宁这个例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保交流 可能在前期开工的时候 它就需要一些资金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保交流的升级版 是希望让更多资金从开工建设 到最后的预售到最后的交付 有更加充足的资金爆炸 中央在2022年底推出金融16条 鼓励银行为房地产行业提供信贷支持 不过房企借钱一直困难 为了令保交流顺利推进 中央再制定白名单 根据了解 获纳入名单要符合多项条件 包括项目正在兴建 要有同贷款额相配合的抵押品 项目预售资金未被动用 开发商要制定贷款使用和员工计划等 母线电视记者吴家文报道 浙江省发现一宗混合感染 流感和禽流感病毒的死亡病例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 安徽省一个63岁 本身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女人 去年11月底出现病症 五转到浙江省医疗机构住院治疗 不够两个礼拜后 因为病情严重死亡 五浙江省相关部门 今个月由病例标本中 分离出H3N2流感病毒 和H10N5禽流感病毒 经过疾控中心复核检测 结果一致 疾控部门说 密切接触者核酸西查阴性 也未有出现异常情况 专家评估认为 这种病例的禽流感病毒 未有人传人 判断是属于 偶发的禽道人瓜种属传播 内地中东部地区 迎来2009年以来最强的雨雪天气 其中河南部分地区降雪量 或者创新高 内地春运进入交通繁忙时段 同时迎来带回雨雪冰冻天气 持续时间也都是入冬以来最长 中东部的持续雨雪电气过程 总体是2009年以来冬季最强 具有极端性 将给春运高峰带来严峻考验 南北往来公路和铁路枢纽的河南省 朝早大暮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米 气象部门就预料当地未来几日将会成为降雪中心 降雪量和积雪深度有机会打破同期纪录 当局严阵以待 高速公路旁边停泊了多架产雪车和警车等等 亦都准备了大量溶雪剂 方便应急人员尽快清雪、除雪 国铁集团郑州局就公布 为了保障铁路安全 截至中午多条路线合共十几班来往班时停运 江西省虎州市境内所有高速公路凌晨起临时封闭 下午陆续解封 同样受农牧影响的还有安徽省 境内多条高速公路一度封闭 大量车制留在出入口 包括多架旅游巴 当地就派人为乘客送上热水 当局预料金凌雨雪天气将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一 期间西北、华北部分地区将会落特大暴雪 长江中下游和以南大部分地区落暴雨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大陆明天开始调整台海民航航线 台湾当局提出抗议 在北京国台办说 措施是为了缓解相关空域航路击塞的情况 保障航空安全 大陆2015年启用的M503航线 非常接近台湾单方面认定的海峡中线 之后经两岸协商 大陆同意飞航控制在航线以西 其中大部分香港来往上海的航班都用这条航线 大陆民航局星期二公布取消有关飞行编制措施 同时启用连接M503航线的两条航线 由西向东飞行即是福建福州厦门的航班 将不再绕行北方直接由西向东飞往台湾 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说今次变更有利两岸人员往来 回应台湾传媒体问说两岸之间没就新安排协商的时候 就反驳说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设立同启用这一条航线 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的常规工作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M503航线是一条民用航线 在上海飞行情报区内 启用该航线是为了缓解相关空域 航路拥堵 保障航空安全 对于大陆和民会考虑中断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陈彬华就重申关键在于民进党当局 两岸关系好 台湾才会好 美国法能否继续生效实施 端是民进党当局 采取什么样的两岸政策路线 采取切实施措 取消对大陆贸易的歧视性限制 他又重申 只有放弃台独 台海和平才会得到切实保障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先看看港股收市的表现 恒生指数报15485点 跌218点 总成交超过988亿 看上欧洲股市 英国股市升3点 巴黎股市升6点 德国股市跌4点 其他消息 东帝民首都帝力 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华人 有华人家族落地生根 在当地经营全国最大的超市和商业中心 成为当地华人首富 也牵头为当地人提供培训 由根源上解决授业难困局 李慧尔去东帝民和他谈过 由香港前往东帝民并往直航机 要先到印尼巴黎岛再转机 飞越帝民海 两个小时的航程 抵达东帝民首都帝力 全市大约22万人 十分一是华人 多数是来做基建工程之后留下生活 当中在东帝民土生土长的叶富工 几乎没有人不认识 他创立的东帝民广场是帝力的地标 他组织广东梅州 祖父辈早年迁到东帝民经营杂货店 印尼殖民时期发生战乱 一家人曾经移居澳洲 直至东帝民独立 叶富工再回来这个第二家乡 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是满目苍蝇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 那个经商环境是非常恶劣 而且什么条规都没有 我们因为是本地人 比较了解他们的文化 而且我们本身就是房子烧了 或者烧了一半地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还有落脚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回来帮他们重建 上一辈开宅货店 他就开超市 逐渐建立起全国最具规模的商业中心 涵盖酒店、房地产、商场、娱乐中心等的领域 华人的优势就是比较刻苦耐劳 而且也是比较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 他们学生能力很强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也是言语不通 还是慢慢就做起来 他又说当地政府一向支持华商 因为一方面能够提供就业机会 另外也都有助改善民生基建 每逢星期六也都会举办东帝文版夜奔分 邀请乐队表演 又提供多国餐饮等等 给当地人和游客体验东帝文夜生活 靠近赤道的东帝文拥有一望无际的海岸 水清沙有的海滩 是天然的旅游资源 业富工也都希望发展旅游业 带头筹建酒店训练学校 向本地人提供家庆服务 酒店管理等的教育培训 因为我父亲的理念就是 就是收入于那种新的 就是给他们以往 可以实地是教他们 怎么样在这个行业做一些技术 然后再把他们介绍在国外 比如澳洲新加坡他们去工作 这样的话不但他们又有陆系 他们还有那个 可以再学的更进一步的技术 那以后他们回来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这个国家发展 近年东帝文政府也都制定了 旅游业策略 促进可持续的海洋和生态旅游 又说不寻求和东南亚的 大众旅游竞争 相反会和邻近的岛序 开发群岛旅游套餐来吸引游客 无线电视记者 刘慧宜在东帝文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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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